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癒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大家好 剛剛新年過了,我相信大家可以繼續聚會 很多時候在聚會上,有些幼兒的小朋友 一定會成為大人或中間的話題 坊間有很多時候發現到有些小朋友 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都可能令父母很困擾 就是不說話的 應該到了適靈可以說話的期間 除了由嬰姐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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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時候只要看到有些小朋友 都不願意說話 令父母很困擾 尤其是現在在新一代的教育中 要贏在起跑線 你完全不說話 我怎麼帶你去那些學校做面試 當然這個症狀 我們可能會關心到 會是屬於自閉症嗎 但其實也不是 只是他不願意說話 坊間很多時候會問 會否聽過有問題 甚至乎找言語治療師 不知道他們會否因為不懂得說 找言語治療師 或者口部肌肉張力 可能會做過一段時間的問題 都是沒有成效 那怎麼好呢 年紀一天一天過 他又不說話 怎樣逼他又不行 那是否繼續等呢 還是 真的不能叫開 那怎麼辦呢 這些特別的情況之後 袁醫生 你超過半世紀的臨床上 我相信你一定會遇過這些問題 不如在這裏和聽眾分享一下你的經驗吧 是的 這個情況始終都40多年的臨床 其實什麼病人都經歷過 也遇過這些情況 我記得很清楚 有一個小朋友的女孩子 他來看病的時候 你跟他講話 他就是亡神 他知道你 他聽著你講話 但他就不會直接回答你 他就跟他媽媽說 他就跟他媽媽說 媽媽就切在轉達 是的 那這種情況 我們叫做選擇性的問題 是的 他不是不懂得說話 他平時不懂得說話 他懂就懂 但他在選擇性就不說話 當然也有些病人 很多時候是因為自閉症問題 亦是說話困難 很多是跟自閉症有關的 在同類疗法處理這些問題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症狀 有很多不同的疗劑 不同的症狀之下 我們是過去用過不同的疗劑 成功醫治過的 是的 這些資料通常我們有本書叫做reparatory 我跟大家說 如果真的對同類疗法有興趣 不妨買這本書 這本書不是很便宜的 是一千多元 但始終裡面的資料是很豐富的 這個累積了很多前人的經歷 200多元的經歷 寫了這本書十多 當然這本書也很多 不過我現在介紹給你們 和我們在陸廠有得買 那本是非常好的書 作者是Robert Murphy 是我的其中一位老師 好了 所以我們要看 小朋友不喜歡說話 有些情況我要分辨一下 他是不是有人在那裡的時候 他不喜歡說話 我叫做indisposed to talk in company 可能自己私下和他媽媽說很多話 但一看到人就會不肯說話 我也有幾個療劑 譬如鮮、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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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不同症狀有幾個療劑 也有幾個療劑 很多療劑 當然每個療劑背後都有獨特的症狀 我也要配合他才能想到這個療劑 也有時候因為生粉仔很焦急 很緊張 也有時候生粉仔不說話 在同學療劑背後有很多不同症狀 去處理不同的問題 可能是害羞 有幾個療劑是因為害羞 而不說話 有些是因為小胆 也有的 也有些情況是跟其他小朋友不說話 有時候回到學校 他跟其他小朋友不說話 家裡沒有事 跟父母、兄弟照片沒有事 但回到學校跟其他小朋友不說話 有幾隻療劑 Casinosum Nacoponia石蟲 有幾隻療劑幫助 也有些小朋友的性格是很隨和的 不敢說No 有些性格是這樣的 但當然 在我們比較嚴重的 來找得到的 通常都是因為自閉症 到目前來說 我本reparatory 舉列了74個療劑 74個療劑是可以幫助自閉症 有些幫助得少些 不同程度有幫助的 所以在我們處理這些不肯說話的小朋友裡 我們有這個方法 我覺得性格是最高的 是 因為用的資源比較少 用療劑 當然我們需要醫生的跟進了解 配合療劑 但我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在同一個療法裡 我們簡單一點 有常用的療劑 有時候是碳酸鈣 碳酸鈣 是十分仔 成長成日都會用的 有一個是Napmer Napmer是鹽 鹽鹽的十分仔 是瘦瘦瘦瘦 喜歡吃鹹的食物 那些人很大 很小的人 但是很懂事 很乖的 行為很乖、很聽話 但總是不想把內心世界的情緒說出來 這是嚴刑的十分仔會琴 另一個就是直 直的十分仔比較怕臭 軟弱一點 怕壓力、怕新的環境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療劑 也要視乎病人的整體體質的症狀 可以適當配慮給大家 所以大家遇到這些問題 不要灰心 也不會就這樣等 因為同一個療法 每次我用在一個病人身上 病人是整體性受惠的 不會說他懂得說話 其實不單止他懂得說話 他可能吃肉又好些、睡得又好些 身體成長又快些、正常些 所以很值得用 很可惜250多年歷史的醫療工具 雖然屬於全世界第二大的醫療 有80個國家 有政府認可的同學療法醫生的掛牌 但香港人、中國人對這方面的認識 比較少很多 多謝袁醫生跟我們解釋了這樣 每個家長都希望孩子 健健康康、整全性地成長 雖然剛才這樣說 可能有些已經是自閉症的小朋友 但他們經過悉心的調教 或者用到適當的同類療法、療劑 和營養補充的時候 其實他們一樣可以健健康康 所謂的很正常地成長 他們也有他們獨特的用處 現在每個都希望 小朋友贏在起飽線 家長都不惜花費在各方面 但其實去一步看看 如果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長的時候 各方面都會發揮自己的能力 所以剛才說過 遇到什麼問題 小朋友成長階段的時候 遇到什麼問題 都不要灰心、放棄 不要單靠在一些施檢之下 或者是怎樣的時候 用其他西藥等 同類療法是一個 有安全、有快趣、有功效的療劑 但一定要對症下藥 希望大家收聽完節目之後 對這方面了解更多的時候 遇到什麼問題都不要放棄 有同類療法可以幫助大家 但一定要了解清楚 或者是家中被療劑 可以遇到一些急性即時的問題 都可以立即處理到 達到有鼻無患的情況下 大家都可以健康快樂地享受人生 多謝袁先生和我們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問題 都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預約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詢剛才有關的療劑 或者營養補充劑 可以聯絡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海外聽眾亦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會診 可以E-mail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聆聽我們的節目 今天麻煩你了,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上天,拜拜